行车的泉水源源不断从地底涌出 让人看了就感到十分凉爽 不只是泳泉出水口连步道旁的水沟 也都有大量泉水顺着阶梯流下 这个水很干净 所以我们小时候还会拿这边的水来喝 宏吉一口水喝下去甘甜又透新凉 能再次喝到甜美的泉水 让当地民众好欣慰 因为这处泳泉已经消失很久了 台东县路野乡永安村圣安宫是地方信仰中心 而庙前的羽龙泉更是神明显灵的象征 因为位在路野断层破裂带 泉水丰沛甘甜 每年端午当地民众都会举办取50岁的活动 成为当地的独特习俗 虽然有时干旱会中断停留半年左右 但到了夏天就会恢复 不过自从两年前地震后 就开始断流近两年之久 这几年来受到那种气候变迁 降雨不足 台风就短少 我们已经连续三年 含今年连续三年 没有办端午节起舞死水活动 不过日前干枯的沉水突然冒出生机 加上山坨而台风发威 带来丰沛余水 让原本接近干枯的御龙泉 又再次冒出大量沉水 山坨的这么多水来才爆量流出来的 如果以这样的水量来讲 明年的端午节有可能游水 不敢说完全 所以明年还期待来永安取五十岁 地方民众都期待 春水能维持到明年端午 让时隔多年的传统地方习俗 能再次举办 民事新闻李玉翰台东报道 到朝日明年端午室